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不单是精神 不单是技术 体育它也后面很多道 这些道的东西对各个领域 不管是从事政教文位 还从事商 从事军事 其实都是一致的 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跟齐伟先生一起来合作 请随导来跟我们做企业家做分享 我相信今天他的分享 以及我们后面的讨论一定对所有的企业家都会有启发 你的物性越深 你的启发就会越大 这是我的理解 所以我今天也 我其实小时候对足球很有兴趣 像我们齐伟先生一样 小时候是看足球的 后来大了 足球就觉得没什么劲了 因为中国的男主 足球就讲男主 踢得不灵了 恨不得自己去踢了 这样弄下去就没劲了 女主呢 还让我们感到足球还是一个有生命的运动 一个中国人也能玩得好的运动 所以我觉得今天随导的分享就特别的这样的意义 对我来讲也是有学习 我就讲这些 相信我们所有人都会来享受 谢谢 好 陈教授 陆院长 李总 在座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像有点紧张啊 因为 因为 在座都是金融精英嘛 所以我觉得可能 但是我也是精英当中的精英 刚才 刚才 也谈不上说 我就觉得是 因为经历了这个亚洲杯 也是经历了将近 从运动员到教练员 四十年的这个足球场上的这个时光 给自己带来了很多 之所以为什么要坚持 是因为我热爱 所以我要坚持 这次也很荣幸 能够当上国家队的教练员 亚洲杯的这个 尤其2月6号打完之后 没想到 没想到会有 这么强烈的一个反响 真的 我觉得很高兴 今天 我就说一下 我们这个面对不确定的 这个我们怎么去准备的 分享一下这个 从这个比赛之前 包括 比赛中的一些点点滴滴 我可以坐在那对吧 还可以讲上海话 就是很多人都在说 铿锵玫瑰精神 那就说我作为我这一代人来讲 因为在1996年的时候 亚特兰大奥运会 然后尤其是在半决赛 也是半决赛对 对巴西的这个比赛当中 也是0比2 最后也是3比2 这个反超 从那以后 可能很多球迷朋友 包括国内的很多 关注女族的这些人士们 然后对于这个足球的 这个评价就比较高一些 那从那以后 99年 尤其99年 然后亚洲杯 世界杯的时候 应该讲从这个 西拜美国 这一代人真正说起来 是铿锵玫瑰 所以铿锵玫瑰 那时候也是一个 比较巧合的一个过程 正好那个田镇 有个铿锵玫瑰 正好中国女族 也是打出了 这个铿锵玫瑰 这种精神来 所以这个歌曲 和当时的这个背景 我觉得是相 比较相切合的 所以一直在说铿锵 铿锵其实我觉得 是一种相声词 就是积极向上的 这个意思 正好玫瑰也是表现 中国女族女性的 这种精神状态 所以在这个顽强拼搏 切爱不舍的进取精神 我觉得是一来 对这个铿锵玫瑰的 一个设解 那亚洲杯历程当中 面对众多不确定的因素 这个压力 如何去给予 球队的这个赋能 从首先从我的 这个执教理念来说 因为也有很荣幸 在因为经历很多 这个悬赛风波之后 然后在12月18号 然后宣布 然后当了国家队教练 这也是第15个 也是中国唯一一个 本土女性教练 因为现在 可能对于女性的这种认识 现在就进步很大 以前可能觉得女性 就比女儿要差对吧 所以就女儿把比女儿差了对吧 为什么在这个说 得到这个宣布 国家队主教练之后 也有很多人在问我 也有很多人提出很多的质疑 就觉得 你女的是不是人情啊 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 闪亮地方啊 或者你有什么样的一个 执教理念 但是我觉得 尤其是在 当时的那个背景之下 然后选上了这个国家队教练 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挑战 我这个人可能和我的 这个性格有关系 我愿意接受挑战 所以我就义不容辞的 我觉得 愿意去承受一些 包括很多的压力 那个我就怎么样去 亚洲杯上面 我怎么去向队员 去那个赋能 这个不确定因素 怎么去做 尤其是在这个预案 和这个应对 和这个集体上面 主要是谈谈 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 这个尤其是对日本 对韩国的这个两场球 打出了这个 坑枪玫瑰精神 这方面我可能 等会让大家看个短片 我们当时是怎么做的 也可以叫杨丽娜 等会李嘉宜也做个补充 我觉得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在比赛当中 很多的预案 也做了很多的预案 因为当时怎么想 因为赛前也做了分析 尤其是对日本 对日本对韩国 包括对澳大利亚 一些这个预案 也做了很多预案 就当我们比如说 因为这边上海的时候 那时候在十五六度 因为前期我们在上海训练 但是以印度 印度应该是三十度左右 因为考虑到 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是所以不想再来 在国内也是来回跑 因为我们要去印度之前 我们从上海走 所以想这个路途上面 也可能承担很多的风险 所以这个天气的预案 也是做了一些天气的预案 那我们说这个 因为当时这个天气不允许 所以我们也设想了 让队员到游泳馆里面 因为比较热 让他们去适应一下 时间短一点 让他们有一点 对天气的适应 包括零比一落后 怎么办 怎么去换人 包括迎球之后 怎么换人 说这方面预案做的 还是比较详细 包括换人 谁换 多按时间换 这个迎球呢怎么打 输球呢怎么打 碰到裁判 可能有点 这个其他因素该怎么打 所以这方面呢 我觉得还是做了 很多很多的这个预案 我觉得这个对策来 对于教练人来说 也是特别重要 不能说是因为一个队员受伤 或者某一个点上面 然后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事态的把控 我觉得还是作为教练员来讲 我觉得还是要做到心中有数 这个心中有数的原因之一 也是做好了相对的预案 相对的预案 同时对可能比赛的 这个不确定 比赛中间的一些场景的 这个充分的 这个困难的准备 我觉得也是作为教练员来讲 还是被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在不确定的时候 或者在某个点上 我们队员对于场上的观察呀 对于每个人的这个要求上面 我觉得还是要 作为教练员还是要更细致一些 更细致一些 那激励上面 我觉得也是作为我 带中国女族 放在首位的这个东西 刚才也说到这个心理的辅导 包括对于他们的这种肯定 我想一个团队需要我们 从这个不仅仅说这个技术层面上面讲 关键是这种心态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有一个稳定的心态 才是一个球队 包括其他事情 还是走到想要的 理想当中的一个方向 最好的一个要求 所以这个在基地上面 也是作为 我训练主要的一个准备 因为在这个之前呢 因为也是说过 因为女族可能 因为小姑娘呢 这种心事蛮多的 就是你有时候可能一句 不确定的一句话 很随便的句话 你怎么这样 或者那个案子 他们就会很介意 所以好在呢 我带他们 因为在女族一直都没有离开 从17岁踢球 然后当队员当教练 所以也是不断地去成长和总结 我教练员也要去成长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要强 所以对他们的要求 那时候在上海 对要求也是蛮高的 所以大家都很抱怨 都说对我们压力太大了 所以后期我也是在不断 可能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因为经历了很多东西之后 可能对于我来讲 我也是成长得蛮快的 我像小巴有样 因为成长 我觉得对一个教练员来说 特别重要 尤其是作为教练员 作为你主教练 厂商的一种心态 或者一个行为的表现 对队员太有影响了 对队员真的太有影响了 所以我一直和他们在说 你一定要什么 要放开了体力 然后其实在这个三场球当中 其实我心里面也是表现 有点点急 但是我觉得还好 不像我以前就会狂叫 所以我说我也在成长 因为 我发明了 就只要是在国际舞台上面 跟隐形一样我打好 因为现在很多人给我提要求说 隋道你现在是代表国家 所以你不能乱喊乱叫的 这种事情不行 不能做的 我觉得也是 所以我长得老绅士的 对吧 虽然是女士也要有绅士的样子 因为教练员我觉得是一个指挥者 就像打仗一样 其实足球场上就是 不牺牲的一个战场 其实就是战场 所以你这个指挥官真的很重要 尤其我的言行会给他们 带来很多的不确定 这也是不确定 因为我觉得人也是在 学习当中去领悟 在这个工作当中去进取 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要不断去 就是去激励自己 让自己有一个纠错 包括是这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 一个经历 所以这方面 尤其是这次当国外队主教练之后 我觉得真的这方面 我也非常感谢我的队员 是他们也是给了我 很好的一个空间 让我和他们一起生活在一起 而且从他们身上 我也得到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 还是需要相互去交流 去交心 去沟通 只有把这个事情说开了 哪怕苦一点 大家都愿意去做 我觉得这个思想的统一 是真的是 比较关键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方面呢 所以在比赛当中 我觉得我自己要淡定 后来我就私下 我和他们说 我说表现怎么样 他们说挺好挺好 因为什么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因为你狂喊狂叫 反正队员反而更急躁了 尤其是零笔 两次输求 我觉得是 真的是 这个一般的 以前的话 很多都放弃了 所以在这个输求的时候 我也是不断去鼓励他们 鼓励他们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也是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进步 对我来说也是进步 所以之所以大家一直在说 啃腔玫瑰三场比 因为对于越南也是先落后 两场关键比赛 半决赛和决赛当中 球队一直说不断去 不延弃不放弃 这方面做的 我觉得是 打出了中国女子的精神 那我们在对日本的半决赛当中 刚才也说的 所以我想怎么样去激励他们 所以和我的技术分析在商量 就是用怎么样的方法 你说我们喊口号 现在队员是不是行 我觉得不弃舌计 因为也知道他们喜欢看电影 看电影 这个电影里面的 这个取一些东西 加上我们队伍的一些 这个结合起来 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些 我当时看了 我是有点控制的 控制的 我就让队员 因为我们还要再想 什么时机给他看比较合适 你晚上看 他晚上睡不着了 那转天到变坏了 对吧 然后你早晨看吧 这个和比赛 这个时间又太长了 所以我们就吃完饭 因为片子比较 也不是很长 我们那个技术分析 就是说 他剪了也是 剪了两个晚上 就要把队员的一些 镜头要抠一抠 然后再切合这个主题上面去播 待会我让大家一块 我和我一块去分享一下 因为当时看完 看完这个之后 再一个叫 《孤勇者》 对吧 陈云逊的《孤勇者》 我们队员一直在听 我也不知道什么歌 但是听完以后 我觉得这个歌挺好听的嘛 后来我们就想 把这个既然大家都喜欢 年轻人都喜欢 我们把这个放到这个主题里面去 然后结合起来 我觉得里面一句话唱的都挺好 赞嘛赞 拼嘛拼 我觉得都挺好 所以花了一点时间 让队员去看 看完之后 我觉得效果都挺好 但是呢 我们说又不要去喊很多的口号 这个喊完口号都空的了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面的东西 大家通过这个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不像我们以前是看字长大的 对吧 看小说啊 看这些东西 他们就看动画啊 看一些图片长大的 所以这种更直观一些 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些 看完之后 大家都情绪 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蛮好的 但不知道 比赛的效果怎么样 但是比赛效果也很好 比我想象都更好 据说我们在对日本队之前 我觉得效果挺好 场上大家后来也看到了 尤其是我们实事求实说 我们在这个技战术层面上面 我们还是有差距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中国女洲 不仅仅是靠着这个精神状态 你也有策略 你包括我们防守反击 光防守是防不住的 这毒枪也等死了 那你还要反击啊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之前 制定的这个战术上面 我们就相对比我强 我收回来一点 但是我有反击的速度 我有人缘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面 尤其是他们日本队 针对他们日本队的一些弱点吧 就是优势师分析 你有优势劣势啊 包括你的KPI啊 等等一些东西 我们也要做这些基本的分析 你什么样的一个机遇 你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赢他 所以在定位球上面 我们也是做了一些文章 在这个之前 不过比赛好在也用上了 包括我们最后的 118分钟左右 一个任意球也用上了 所以的 所以的这个 所以这个幸运的天平 不是说随随便便就给你 而是也给有准备的人 各方面各方面的准备 这方面我觉得 中国女洲在这个前景之下 能够打出了大家看到的 因为我很久大概没有看到过这种 拼搏的这种精神吧 我觉得这一点上面 我觉得中国队最成功的一个地方 那未来女足这个发展 现在我感觉和欧洲比起来 包括球队的培养 最主要一点 我觉得是一个教练员的培养 因为教练员是引领球员的 所以教练员的培养 包括教练员对整个世界 这个足球的一个趋势 包括你的理念 我觉得这方面 我们还是需要不但去加强的 因为教练员是一个 引导者 而且你要做示范 纠错 还有对球队的认识 你要去讲解 所以要不但地去学习 才是你为今后女足培养 最基本的一条 第二点 中国女足现在也在做 建立一个 这个资料库 成立一些年轻队员 给他们有更多的 这个机会的选拔 包括有更多的女孩 投身到这个女足事业当中去 当然中国女足 可能以后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因为现在亚洲拿了冠军 不是说亚洲被拿了冠军 你中国队就没有什么差距 所以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尤其是在技赛组上面 需要我们在下一步阶段当中 去怎么把它细化 包括这个阵型的运用 灵活的运用 尤其是攻守转换 大家都知道 这个切换 不一定打失赛 一直就失赛 可能对方也在研究你 那你在这个战术的灵活性当中 怎么去切换 你在进攻时候 什么样的阵型 你是三后卫 还是两后卫 还是要保持五个的中场 所以这个切换 我觉得是要更需要 我们下一步去做的 那欧洲的这个差距也是一样 青少年因为 小孩 中国的 因为 其实中国小孩 不管男主女主 可能都是家长在踢球 对吧 家长在踢球 家长回事嘛 小年就跳舞起来 家长回事嘛 小年就跳舞起来 对吧 那最大一点的话 可能小孩 他有自己的思想 所以 不一定是踢足球了 我觉得搞运动 我觉得是 各方面的一种 体育就是一种锻炼 包括 你和同伴 在足球场上 和同伴的交流 面对困难 意境当中 你怎么去克服困难 对吧 那最基本的 就是增强体制 不用让自己生病 所以这方面 我觉得还是 和欧洲比起来 还是有很大的察觉 也希望将来 有更多的女孩子 然后走到 运动场上去 也运动 其实可以让自己 更自信 更健康 更有团队的协作精神 也是非常感谢各位 也是很多 关心 支持和中国女族的 无论中国女族 可能 马上我们 七月份有 这个东亚杯 九月份有 亚运会 亚运会在 在杭州打 可能大家的 欺骗会更高 因为你拿了 一个亚洲杯冠军 可能觉得 你打了个第二 可能觉得 开始 可能觉得 就是一种失败 但是 我觉得 也是一样 无论中国女族 怎么样 只要她这个精神还在 场上的那种 那种魄力还在 敢打 坎贝尔的精神在 我想 你应该给予 他们更多的支持 包括对我的支持 也是一样 所以 我们也要有个大心脏 就是好的时候 不能说因为你骄傲 而是要更 看到自己的 肯定自己 然后更要向前走 你不好的时候 或者说 你没有达到 很多人的预期 只要你在正确的路上 我觉得 我们 都可以接受 因为 没有一个长盛江 所以 所以这方面 我觉得我们也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心态 也有很好的一个心态 其他的那个 到时候 他说有一个比赛的 这个东西 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 那个大家 把我们队员都行 好 感谢水岛 这个真心情的分享 特别是我们看了 这个背后 背战背后的 这个视频和细节之后 我相信 在场的和 在直播间的 企业家们 再一次心潮澎湃了 让我们再一次 把掌声送给水岛和球员们 女性的勇气和力量 超乎你想象 那个我们也看到了 陆院长啊 还有我们的陈山长 已经在台上了 我们接下来呢 陆院长 我看笔记记了好几页啊 所以他们说 对 然后接下来 我们陆院长 做个简单的点评 这个不叫点评啊 我听到这个 还是很感动 但是 还是 如我所期望的 就是水岛今天 是有必要来 来跟我们做分享的 他很切体 我本来想 一个教练啊 要讲这个 不确定性的 灵敏管理啊 这很专业的问题啊 他觉得 他的理解 然后他的思考 把他所有的经历 过程跟我们分享 我非常切忠这个题目 我相信我们所有企业 都是有收获的 我谈几点感想 然后我们再做点讨论 首先这个水岛 大家知道是 提前三个月 在大战前三个月才上任的 这个队伍对他来讲 是熟悉的 因为个别队员 他比较熟悉 也有上海队去的 上海队的队员带过去的 但是 总体是不熟悉的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要怎么去打这个比赛 这个对他来讲是个挑战 既然你们 如果空降 一个企业让你做CEO 你三个月 要把这个公司 带到一个水平上去 其实是不容易的 所以他上来 就非常重要的是做什么 做军情分析 我们从军事上来 打仗之前 要做军情分析 就要看对手 要知己知彼 古时候讲知己知彼 这个才能百战不殆 但是我们也知道 自己有强有弱 所以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定位 所以必要的时候 还要天机赛 把我们扬仓弊短 但从今天的管理学的角度来讲 就有一个战略 整个的策划 战略上首先有一个目标 跟欧洲强队比 我们的优势力是什么 然后亚洲强队 澳大利亚 日本 总体来讲 我们实力是相对弱的 那我们怎么打 既然相对弱 我们就可以放下来 我们就实事求是 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 通过短的时间里面 去组织去改进 所以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没有说一定要拿冠军 但是我们可以打一下 那么对日本的分析 更强劲了 包括日本的教练的分析 这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战略 我们管理学教 战略上来讲 SWORD分析 然后U-S-L-S分析 这是个前提 前提分析好以后 有目标 有目标以后 就是战略了 战略就是我们 怎么去实现这目标 那么我们就是 按照今天的队伍 要进优化组合 排兵布阵 这个我足球不懂 33 听上去比较容易 是我们常规的队型 那么为什么呢 随着跟他个人教练风格 有关系 一个任何的组织 他的风格 跟领导者的风格 是有关系的 我为什么喜欢33 因为我喜欢进攻 我喜欢快速的进 快速退 防止反击有机会 所以这个就跟 领导风格选择有关系 那么战略部 按照这个来训练 这个到了 到了临战的时候 非常重要 临战有临战的战略 这个具体打仗的时候 那你说战略 也可以说战术 那就预案 就要对于 可能的任何的不确定 任何的突发事情 进行要应对的策略方案 123456的选项 一个最大的不确定 就是阻力队员王霜 受伤了 这个方案原来没有做过 那临时点变 然后怎么激励 平时训练怎么激励队员 临场怎么激励队员 我刚才看了这片子 我看了也蛮感动的 刚刚我讲 体育赛事跟打仗 真的是有某种 契合的地方 这个片子也告诉我们 这个其实真的是有契合的 那么另外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让每个人 在这片子里都表现出来 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战士 都是重要的团队的成员 要让每个人得到激励 这是临时的一个安排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恰当 所以我们今天 不管在这个社会上 还是在企业里面做宣传 做激励 我们有时候都是传统做法 有时候有些宣传策略 可能几十年不变 但是随到跟他的战友们 这个技术 刚刚我听我们 西伟先生在讲 你这个技术 剪得很好 对吧 不仅把军事当时的 这个场景 跟我们的队员的比赛 场景结合在一起 而且很贴切 呼应 而且他还选了好的歌 这个歌能够触发 对于内心的欲望 这个歌我也没听过 第一次听这个歌 我们都是同学年龄 我刚刚跟水岛讲了 我看了他的资料 我说我们俩应该差不多的 我以为我大一点点了 其实我们俩同年 所以我们这个年代 大家去理解年轻人 对吧 才能去激发他们 尽管我们选了一个歌 我们没听过的 但对他们能出动 所以这个激励 从大到小 从大到最后简单的 一个歌曲的选择 都很用心 这是策略的安排 那最后呢 我觉得他本人 跟我们分享 很重要的看法 就教练在整个过程当中作用 他是一个背后的策划者 训练者 组织者 也是灵魂的支持者 这个引领者 那么他特别强调 刚刚我非常同意 七位先生讲的 教练本身的成长 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 一路能走 今天都是很成功的 如果不成功 你走不到今天这么大 做了那么大以后 做了那么强以后 那么一直觉得自己长生将军 然后自我呢 就特别的 感觉特别良好 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什么东西 都有正确的判断 但忘了 其实自己也需要去成长 如果你自己不能成长 你就不能带领团队成长 这个觉悟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我们在座企业家来讲 对于我们做学问人来讲 都是一样的 所以只有 只有自己成长了 才能让团队 让你的整个的 队友们也好 随从也好 跟随着你 那么 尤其他讲到的一点 我觉得这点我蛮感动 本来我想 要问他 问一个问题的 所以说 就是说 你这个世界杯 准备拿什么名次 有没有目标 也像他透露透露 对不对 他肯定不愿意讲 讲了给自己压力很大 对不对 说我打进决赛 这个话有点 打进半决赛 但是他讲了 他说 对中国足球 女足的发展 两个问题 一个最重要 有更多小朋友 能够参与进来 对吧 这是未来 还有呢 要教练的培养 这个是一个很高的学问 既然为什么 真金属 我这个呢 也不是帮 齐渭先生做广告 这个 因为他看得起我嘛 这个我一定 来帮他站台 坐台的 这个 他很在意 很用心地去做企业家的培养 对吧 这个你做教练 你是山长 我不懂什么叫山长 要不然叫道长 山里有道长 山里怎么有山长呢 这个他做总教头 训练大家 今天你们是学员 今天我也碰到我的学校友 他说一部分是我们的校友 一部分是我们这个真金属的校友 学生 他说我们跟程老师学习 今天你们是学员 但明天你们就是教练 通过你们再去什么 训练中国的 更多的企业家们 更多的管理团队成员 所以我觉得随着最后讲 我们中国主角发展需要两个 一个孩子们都要喜欢 家族们要喜欢 还有 未来我们需要更好的教练 能够跟世界 一线的教练去匹配的 你能够有中国有一线的 世界的教练 你就才能够带一线的团队 当然 这个空降 这个外来的和尚 能不能念好金 实际上证明也不一定 就像 全球商区院很多院长 都是别的学院跳来跳去的 一般的院长也是失败的 外来和尚不一定好念好金 所以随道也证明 中国本土的和尚 能够把这个念念好 这个庙也做大 我不说是庵 是庙 刚刚随道讲 我要做盛事 不要做淑女 所以我觉得 我的感受是蛮多的 从不确定下的敏捷管理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前提 是我们很好的一堂管理的课 这是我的一点感受 那么下面 要么我们做点交流 先请两位 这位我们队友 冠军队友 给我们也分享一下 刚刚听了随道的 这个 被结合具体的这个 对对对 就是视频瞬间 我们放一两个决赛 和半决赛的时候 对韩国和对 随道讲完以后 你们也结合随道刚刚讲的 谈谈你们在下面谈的体会 好不好 包括你们当时有哪些 一两点 这个在当时最 最难过 最痛苦 最不容易的 那个环节 然后你们怎么克服 然后怎么战胜自己 战胜对方的 好吧 就最后两场比赛 对 讲点特别一两环节 你觉得特别难忘 当时特别不容易 然后你们战胜了 自己也战胜了对方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 可能就日本那场比赛 因为对日本来说 就是我们这么多年 和日本接触下来 其实是我们 并不是很占优势的 但是吧 就是那场比赛 我觉得我们在每次 一比零 就是输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能反超 比分 然后最后是 加十的时候 我们就是打到了最后 然后点球 赢得了胜利 其实这个跟心理上 跟心态上 也有很大的 就是说因素的 因为就是 就是我们反超比分以后 可能我们的自信心 会更加强了 然后所以说 在最后的点球上面 其实他们 日本是有点慌的 因为他们肯定是慌的 因为我们一直在 反超 然后他们就已经乱了 我看他们那个时候 就是说 点球的时候 那边很热 但是他们已经把 大衣穿上了 我就觉得他们的思路 已经乱了 对对 就思路已经乱了 精良了 心意精良了 然后 对 所以说我们 这就是两场比赛 我们都是最后反超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这一点 我觉得打出了 我们的女足精神 我觉得我们的技术 并不就是说 对吧 但是我觉得精神 我们做到了 踢了吗 踢了 我第三个发的 你进了吗 我太慌了 其实我当时心里很慌呢 我腿都抖 但是没有办法 就我当时一个想法 我就想 就是踢进去就完了 不要想你踢哪边 你想法越多 可能就 差距就会很大 对 你在踢的那时候 你今天有没有想到 隧岛平时怎么 严厉地对待你的 没有没有 其实隧岛 它平时生活上 跟我们还是很好的 就是跟我们 还是很勾心的这种 毕竟我们在球队 就是说相处的时间 可能比在家里 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 还要长 所以说我们平时 叫隧岛 叫水妈妈嘛 对 其实我们跟隧岛 关系还是很好的 但是足球场上 只要一站到 绿营场上的时候 隧岛就 对 也不是六亲不认 就是比较严厉 因为它对你的 所有的这种细节 还有很多那些 就是关键的那些点 它都必须要 就是让你做到完美的 它不允许你有 任何一个失误 好 谢谢 这位是杨丽娜 杨丽娜 好 还有一位我们 有林后球员 两位都是 李佳悦 佳悦 佳悦 你当时有那么几个 特别的场景 在场上觉得很难忘 今天想想也都是 很激动人心 但是当时那时候 是很煎熬 很不容易的 有没有 就是对韩国 我们那个 肖玉仪最后绝杀 那个时间是觉得挺难忘的 就是 其实最后已经没有几分钟了 大家 就是我们还 我们就是一直在叫 大家一直在叫 加油加油加油 别放弃别放弃 然后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 就是会绝杀他们 女人的第六感 因为我觉得韩国队 可能他防守不是特别好 然后他 那个之前的比赛 他们也是同样的球被绝杀 所以就有很强烈的预感 我就 我就比赛前 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 不管韩国队进攻能进几个球 他们的后防线和他们的守门员都会还回来的 然后 然后 然后那个 还真的就是这样 然后最后没几分钟了 然后我们肖玉仪一个绝杀 那守门员都懵逼了 所以信念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精神力量很强 其实随着刚刚一直在讲 平时的心理辅导 关心每一个人 对吧 然后发挥每个人个性 每个人特长 然后给他们鼓励 然后大家有信念 永不延弃 这个在体育比赛当中 是很重要的 在企业管理是不是这样 大家自己去体会 那下面我们做点交流 我还有很多困惑 问题 这个实力慢离开 现在路比较顺的 你玩十分钟应该没问题 可以可以的 就变上 售后就在变上 售后就在变上 我稍微十分钟好吧 因为我记得那么多 肯定是有问题的 老师有问题是比较难得的 一般都是学生有问题 问问老师的 现在老师有问题 问刚刚随导上来讲 精英的精英的 是我讲的 不是他不谦虚 他说你们都是精英 我说你今天放开讲 你是我们精英所崇拜的精英 你就是精英中的精英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一下 这您刚刚讲的 这个主持这三个月 其实说明我们政府 这个主席在选教练的时候 也蛮纠结的 选了半天 其实你早就放话 说我肯定就是教练的 最好人选 但他们有点不失什么东西的 那么选了你以后 只有三个月 那么既很兴论你 请你做主教练 又其实不太兴论 有点犹豫 本土的女教练 所以你主政以后 你有没有各种因素干扰 是不是放手 让你就是说 像我们习伟先生 政经组 他肯定就是三长 没人跟他抢的 你在那边的时候 有没有各种人来跟你说话 比如刚才有人说 你要表现好一点 不要大喊大叫 除了这以外 在整个战略 训练 战术 是听你一个人说了算 还是有一个幕后的手在 是这样 因为当时选的话 也就三十几天 是一个月的训练 到时我是什么 都是我去组织的 确实是这样 但是选上教练 去的是不太容易 选上教练去的是不太容易 你可能因为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你要面对很多东西 但是我这个人 比较大条一点 既然到场地 其他的我不去管这么多 也管不上 我们也不是那种 不善于做那种 所以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这个球场上 我觉得很自在 因为为什么 我这问题呢 这问题跟大家可能在座的 很多人都没什么关系 但国有企业 选了董事上以后 好像是董事长了 但实际上不是董事长 所以你看上去 好像主角人 但我很担心 你不是主角人 OK 所以只有责权的 你单责任 就要有充分授权 对吧 那么当然这个隋导 因为在直播面前 只能讲这样的话了 但是能这样表态 就很不容易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你刚刚讲到 对球员院的 这个心理辅导很重要 让大家都得到鼓励 但是毕竟呢 这个女孩子年纪比较轻 然后都很个性 有些女孩子 像上海的女孩子 总是生活条件比较优越 见识也多 所以更想法不一样 全国各地的 优秀的精英在一起 其实我们都说 中国人每条都是龙 拼在一起呢 不一定能组得起来 所以你单单靠心理辅导 单单生活照顾 听听他们喜欢听的歌 就能够把他们捏起来吗 你有没有真正的有一些 一方面要发挥他每个人的特长 一方面要能够合作像一个团队 大家能够配好 这里面背后 你是有什么样的策略 也是从队员 教练员都有分工不同 每个人做到各进其职 然后你要该做到 但是我说给队员更多的 这个引导或者表扬 就是人多的时候 因为姑娘大了嘛 对吧 你可能全队面前 不是有的人比较成熟力 比较好一点 你可能说说 也是给队员看看 对吧 那么他有配偶呀 就是他把他配偶 其他的也没有的配偶 就是你有的时候 是要全队面前 就是谈一些大况的东西 你要说一下 这个基本的东西 也有可能规章制度了 规矩也有 规矩也有啊 但是我这个自由 可能尤其在于 国外给人家有交流 就是我觉得 把彼此信任更重要 我觉得他们信任我 我要信任他们 那给他们一定的这个自由 但是不是绝对的自由 没有绝对的自由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你场上所做的东西 你可以犯错 就是你这个技术层面 上面可以的 但是你原则上面 你应该比如说丢球之后 你回来 你不回来 你是因为态度问题 那我肯定要说的 就这个杜宝 要贴贴 要拥拥拥 要拥抱一下 大家都知道 回去都拥抱拥抱 尤其被批评 那这个我觉得我发现一个情况 这体育的强国 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 那一个就是整个 整体经济势力比较强 还有呢就是跟体育传统有关系 比如巴士 这个南美人 踢足球 这个传统 那么北欧人 这个滑雪 冰雪运动特别强 因为他们本身就冷 身在雪地里面 那么除这个以外 综合来讲 就是靠国家经济势力 那么按道理呢 我们国家经济势力很强来 对吧 这个对体育无限投入 这个为什么男主老是打不好 女主上去了 这个你能不能给我分享一下 因为再说男同事 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这也不是 就是说我觉得还是 作为我的体会 就是说 现在其实男孩子踢球也比较少 也比较少 就是我觉得男主和女主是一样的 就是说将来你想走到一个 达到一个层次 因为现在成绩相对不是很好嘛 所以这个教练员的 这个轻讯教练员的 这个水平真的是很重要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一个 教练员首先提高 你下面才有可能 所以 这个问题是哪里为的 就是 上方地高 这个我就说到不容易 其实这个问题 没出口了 因为我 我真的以为的 我希望一弄啊 教练员我动下就哭一了 等于那个 讲了一个关键点 对吧 这个实际上的这个训练很重要 那么 POPLINE就是你要有个 供给嘛 对吧 这个从小的开始 那国家已经定了 这个足球是 国家战略 因为是 由国家 这个叫深改组 这个做的 就决策了 所以国家层面上 一个没问题 但是实际上 很民间的 小孩提出率还比较少 教练 小学中学 清训的这个教练 水平不够高 这是一方面 那么另外一方面 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这个大家从水岛 讲女主怎么去打 这个比赛的 可以也做点 对比分析 那我们回家自己做作业 那我问一个很 更具体的问题 除了你刚刚讲的 一些策略的 一些这个心理的 这个鼓励的 这个实际上 在这个物质条件上 这个我们能不能支撑 我们什么支撑女主 这是这个国家的 三个月的集训 然后打赢这比赛的 在物质条件上 营养条件上 这个保健恢复上 你刚刚讲恢复 对吧 有没有好的体育医生 这个康复师 体育治疗师 你刚刚讲 这个冰服 15分钟换一换 那葛中门都帮他 举题刚刚口 还有呢 就是技术上 有没有什么科技的手段 帮到你的训练 其实国外都有很多 你刚刚讲大数据 对吧 这个回放镜头 然后数据分析 你刚刚讲了 人家贴五个球 进一个球 我们贴四十几个球 才进一个球 就射门了 这些技术上的 这个手段 我们在我们的女族 训练当中 有没有什么帮助 这个问题 能不能跟我们真的分享 其实是现在 因为女族相对的 跟女族比 有很多女族来吧 刚才 就刚刚 现在就是 女族各方面的条件 包括康复 现在因为大家对 康复认识上面 就不一样了 这次我们也是 球队当中 也是请了 这个领动的一个 就是专门康复的 它是有很多设备 就是给你准断 给你说治疗 这些也是做的蛮多的 大概有 大概八个人左右 然后康复师 像大概有五个人左右 所以也是给队员 更多的保障 包括我们在东方瑞州 所有的这个训练 营养配备都很好 因为主要是在 那个印度的时候 印度的时候 因为吃的比较差嘛 所以我们也带了 一个营养师过去 因为条件不允许 所以我们经常 弄点那个面条 烧点这个海鲜粥啊 什么的 让队员做一个 碳水化合的这个补充 因为这个比赛 因为路那边 再给你买 你也不敢去买 所以大家就主要是 有时大家最渴望的是 这个吃一个蛋炒饭 就是那个海鲜炒饭 觉得都抢光的 就是那种 因为吃的不习惯 吃的还是不习惯 这个大数据 我觉得还是 现在条件也要 现在好了 就是我们每场比赛 每一天的训练 每一天的跑动 所有的都是 及时的这个分析 如果说这堂课 我们也是前面说 强度上面 如果说我需要达到这个 现在 老做日没了呀 就是刚刚 但他队员 他说我累了 其实他 他自己感觉累 但是他身体 这个技能表现是不累的 现在我们也有 这个很好的 这个数据分析 就当时你的跑动 你达不到 比如说我们一堂课 我们需要 整个的充斥宝 在比如说是 五百米 一千米的左右 他没有达到 当场就跑的 所以的看 就是及时的 及时的这种跑动 所以这样 我觉得今天一堂课 不要拖到明天去做 所以每次训练的保证 这方面我觉得 当然这个技术层面 从研究的 这个比赛分析 这个方面 我觉得我们的人数 还是不够 不像其他欧洲人 包括日本队 他每个可能定位球 有定位球的分析师 接外球 接外球的 他们分队的相对比较细 我们这方面 还是比以往要好了很多 比以往要好了很多 所以这个物质上的条件 很重要 这个吃 这个保健 医生 包括有心理辅导 现在心理辅导 没有专业的人员 就靠你自己来 那么还有我们的技术 各种分析 尽管不是每一个 点位的分析 但是已经有了 有很大改进 这非常重要 体育的比赛 实际上是综合国力的 一个竞争 最后一个问题 我还是要问一下 我们在座的人 都认为 这次我们拿了冠军 随导宁时起了 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按权重来讲 你是武师的作用 对院是武师的作用 但是可能别的人都不觉得 后勤保障 觉得他们也很重要 谁对医生也觉得很重要 但是我们就 至少缺了您 肯定是拿不了冠军的 但是也有的领导说 缺了谁 地球照转 该怎么发展 怎么发展 您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 作为主教练 就像我们企业家在企业 他到底是企业什么 有他 是不是就会赢 没有他就会一定输 这个问题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 你的体会 我好像从 从这个结果来看 好像没有我 好像不一定哦 太好了 这个 这个有八气 为什么我们给你赏胜啊 你都明白了 我以学导会谦虚了 缺了我地球状 就学导说不许 缺了他 我们完全同意 等会听你最后总结 你再跟我们讲下去 这个 但是有没有人 你赢了冠军 很多人就跟你抢功劳了 你怎么看 是正常的 你没人抢 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不 作为我来讲 我从心里话来讲 我还是不太喜欢去做很张扬的事情 但是可能别人觉得你怎么样 我觉得我还是原来的 我可能和我的性格 我有时候会骑着车出去 或者几个地铁什么的 然后很多人会说 你看穷的 你看饭都吃不起 也没有车没有房 其实不是这么一样 就是我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正因为大家觉得 哎呦 隋下你表现得不错嘛 我反而要 要更加要进去一点 我觉得这点 可能和我的性格是有关系的 我也希望 我不要骄傲 但是当骄傲也要要一点的 对世界杯 对世界杯 有没有一个基本的目标 以基本定位 世界杯 我觉得 你们说说 我是不是可以往这方向去努力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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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